先把這兩個目錄把它解出來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我們就來看 如何開啟這個Eclipse 並且做設定 那你想說這兩個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的關係是怎麼樣 這個Eclipse 這個東西實際上就是一個編輯器 編輯器就是可以拿來寫程式用的 OK 那另外一個目錄是做什麼 就Python Python的什麼呢 它的所謂的它的函事庫 也就是說它相關的東西都放在Python這個目錄 所以它一個是編輯器 那一個是它的函事庫的目錄 那所以待會要做什麼 就把兩個合而為一就對了 OK 就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設定是比較麻煩 至於為什麼這個麻煩 我剛好提過 其實因為這有點像是那個 這個自助槍的概念 因為它是自由軟體 所以自由軟體沒有跟你說半毛錢 所以很多事情是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 那其實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的自由軟體 都可以讓你免費用 可是問題是怎麼樣呢 你要自己花時間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不保證可以能夠用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收你錢 你用了 如果今天可以用 明天不能用 你不能找我 對 因為我沒有負責 我沒有說我今天給你收了錢 收了錢的話 當然我要負責 可是我今天是自由軟體 所以自由軟體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好的概念 其實乍天之下是不錯 因為免費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還會有個隱憂 什麼隱憂就是說 因為沒有付費 所以也沒有保證 那會有個問題啊 如果我今天是我一個公司的系統 那我一個公司的系統 也許當然我公司為了省錢 那我就不花錢 可是不花錢呢 我把東西花了很多力氣 然後呢 找了很多人 大家都及時廣益 做了很多事情 結果有一天 那個軟體出問題了 不能亂了 那找誰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自己想辦法吧 不過在自由軟體海格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會開放原始碼 也就是說它的原始碼會open 讓你可以知道 它怎麼寫的 不過前提是你要自己找 把那個問題給解出來 也就是說你要自己去找罷 不過 當然 如果你的功力夠 那OK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啊 而且你不是那種 神人等級的人 你是一般人的話 我是建議 可能還是 就是省慎啦 OK 有些東西雖然是免費 一些誘因 可是還是要 所以為什麼 以自由到目前為止吧 OK office到目前為止 還是要花很多錢 可是大家還是願意用它 哪怕是 現在有很多免費的office 免費給你用 但是你會發現 好像用的人還是遼遼可數 原因 我想 大概就在這裡 至少就是啊 付費軟體 你說微軟 我給你錢了嘛 如果有哪個問題的話 你至少要幫我解決啊 如果有bug 你不要幫我修正 如果沒有修正的話 哇 那這種公司應該早就倒了 更不要說微軟 現在是 應該是全美國 市值已經超過 超過Apple了 OK 為什麼 他其實真的收的還蠻多的 而且好不好賺 而且還蠻好賺的 而且什麼office365 現在最新版的話 他等於365天要給你收一次錢 所以他叫office365 我開玩笑了 他名稱不是這樣 office365 我剛剛想說為什麼叫office365 office應該是2019 2020嘛 他為什麼office365 是不是因為他每365天要跟你收一個保護費嘛 對哦 所以 大概是這樣 所以Python以後會不會有可能 會有類似的問題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執行這個 那怎麼樣去 開啟我們的環境 第一步的話請各位 剛剛已經解壓說了 所以找到那個我們的C碟底下 所以我這邊把它切到我的本機裡面的C碟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找到那個我的這個這個目錄 叫Python OK 另外還有一個目錄叫什麼呢 叫Python的3732吧 這個 OK 寫出來應該是這個吧 如果你們 理論應該是這個名稱 OK 3732 就這一個 就把它用成圖示 OK 這樣 反正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這個目錄其實還蠻軟的 就是剛剛的這個Eclipse的Python 按照名稱排序 OK 然後E開頭的 在 在這裡 OK 然後另外一個在這裡 OK 然後 待會主要是這兩個東西 請各位務必記得一下 這個 跟另外一個 解釋有點怪怪 OK 那接下來把這個EclipsePython打開 請你執行這個Eclipse 這個就是我們的編輯器 它跟以前你用的環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免安裝的 所謂的免安裝 就是說 以前你如果要用一個Office 你要安裝 有沒有 然後 一段時間之後才OK 但是這個不用安裝 也就是說你直接解壓縮 就可以用了 也就是說你下一次打開 你就不用再去做任何動作 第一次設定好 之後 就直接開它 就可以寫Python程式 只是說 我們第一次比較麻煩 需要做一些設定 但是 今天設定完之後 之後就不用設定了 除非說你回到家 你又弄了一個新的環境 才需要設定 OK 大家一分都會講 怎麼設定 一請你把它點兩下打開 它就開起來了 OK 它叫Eclipse 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編輯器 應該是目前 試占率 應該是數一數二多的 它這個環境不是只能寫Python 它可以寫Java 它也可以寫CC++ 或者是一些主流的程式語言 都可以用它來寫 也就是如果你用了這個編輯器之後 以後你要寫其他語言 也都沒有問題 以前拿它寫手機的App 有沒有 然後寫網頁 PHP也可以用這個來寫 OK 至於怎麼用它 打開來之後 第一個 它會出現什麼 Workspace Workspace的話 工作區 那什麼叫工作區 就是你將來的城市放哪裡的意思 工作區 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我把我的城市 那記得 我放在C碟 因為 建議上要放D碟 因為我們這邊只有C碟 所以乾脆我們就放C碟的根目底下 那我就給它一個名稱叫做 Python的Workspace 後面再加一個數字 2020 OK 這樣 名稱可以自己取 但是記得 要放對位置 OK 你不要放D 因為沒有D 你放D 它會說找不到那個 磁碟機 那我們就放這裡 那也就將來你所有寫的城市 都放在這個C碟底下的這個目錄 意思是說Workspace 你按Lunch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在C碟 建一個目錄叫這個名稱 OK 所以以後你的城市就放這裡了 如果你將來要備份回去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目錄備份回去 一樣可以 城市在裡面就對了 OK Lunch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Equipity打開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寫字 不過在寫城市之前 你還要告訴它一件事 什麼事呢 它要知道說 因為這個環境不是只能寫Python 可以寫很多東西 那如果我今天要寫Python的話 第一件說 請你把WearCamp這個關掉 好 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把它放大好了 OK 再來的話 你就不要亂動它 不要說沒事看到叉叉給它關掉 叉叉就給它關掉 那之前就有同學這樣 不小心 不過它應該是不小心的 只是說可能手癢就想要把它點一下關掉 然後老師 你剛剛的畫面不見了 跟我的不一樣了 怎麼辦 我教各位 如果你不小心沒關係 你是無心的 我跟你講 你只要找到Windows Windows是視窗 裡面的話有一個叫做Reset的關鍵字 這個畫面 這個叫市井 裡面有一個叫Reset的市井 就是說 如果你的所有環境位置都遺失的話 你只要記得這個 這還蠻重要 因為我發現這個問題詢問度非常高 因為很多人後來環境都亂掉了 沒關係你就讓它Reset一下就OK了 記得啦 關鍵字就是Reset 在中間位置 因為這個 還有這個編輯器 基本上它沒有中文版的 只有英文版的 所以你慢慢習慣了 當然 大家看久了 你跟它相處久了 你慢慢就習慣了 OK 把它點一下 Yes 一下 它就會又恢復原來的狀態了 如果壞掉沒關係 OK 就在這邊 Reset一下 那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要拿它來寫python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告訴它說 我在C點底下 我的python就放在這裡 我的python就放在這裡 所以你就必須告訴它一件事說 你的python放哪裡這件事情 那怎麼告訴它 請你記得 接下來開啟它之後 workspace也設定好了 請你到windows視窗裡面 有一個preferenies 這邊就是叫做設定 這個設定 設定裡面的話 跟大家講說 關於這個什麼呢 相關的python的部分 是從pydiv裡面 py就是python d就是developer 就是開發 所以它有一個縮寫 這樣python的開發 相關設定就放這裡 然後呢 裡面可能要記得一個interpreters python的interpreter 可能這個會稍微比較冗長一些些 那如果你怕忘記 雲端上我有截圖 在雲端那個 剛剛給各位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在這邊也有 所以你這個設置 如果怕找不到這邊也有 OK 從這邊裡面找到什麼 pydiv的interpreters 然後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記得在這邊new一下 new什麼呢 跟它講說 它這個會跳出一個畫面 然後你就把它做一個brows brows就瀏覽 意思就是說 我告訴你 我python放的位置的意思 new 然後brows 然後我的 python是放在我的 什麼呢 本機裡面的c碟 c碟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python的3732這邊 然後有一個叫python的exe 就這一個 OK 關鍵就是這個 你就給它 然後按開啟 跟它講說 將來如果說 你要執行那個python的程式的話 你就找它就對了 它就可以run了 但如果你沒有跟它講 它沒辦法run 因為Eclipse只是編輯 只是寫程式的地方 它要run呢 還是要由它去run OK 好 那把它開啟 大概這樣子 好 按OK 然後它會去search裡面的東西 所以 這裡面就幫你找到說 裡面有幫你找到有四個資料桿 包含什麼 dls 就是那個動態 dynamic d就dynamic 然後就link 再一個l就是library 你們會發現在window很多dl 有沒有 就是韓式庫 OK 然後s就是很多韓式庫 放這邊 然後lib就library 其實也是韓式庫 一些library 然後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size package size是網站 package就是一些套件 意思就是從什麼 因為python之所以厲害的地方 是網路上有十幾萬個package 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影像辨識 你不會 網路上有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你就可以呼叫那個韓式庫 你就可以去做影像辨識了 這個當然他會幫你把那個韓式庫放在size package 之後會講 也就是其實python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至少有十幾萬個 所以你想得到了幾乎人家都幫你做好 OK 所以它厲害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不用自己寫 像什麼語音辨識已經有人寫了 而且非常多 還有像很多可能將來你要做一些AI 或者深度學習 其實網路上也都已經有人寫好了 所以其實 python我覺得你要學什麼 學怎麼用吧 用什麼用別人寫好的這些package 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就夠了 因為太多人 而且都是免費的 自有軟體 不過我跟各位講過 自有的概念就是 他今天可以walk 是OK 如果改天有一段時間不能walk 你也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有可能我就遇過了 那怎麼辦呢 是想辦法吧 想辦法解決 OK 因為像這種package 因為他人家是無償給你使用 不過他也會 上面有一些issue 他有一些說明 他有一些討論 他也會告訴你為什麼 可能他的寫法改變了 所以你就上面自己有時候 可能變成說你要自己學習 去看一些東西 像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一種使用的習慣 不過後面我們再跟各位 如果有提到 我們再來跟各位細部的講 按OK 好 這樣的話就已經把什麼 Eclipse 跟python 怎麼樣 串在一起了 OK 你又告訴他了 OK 那再來apprise很close 這邊我同意 然後我把它關閉起來了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就完成Eclipse 跟python 二而為一的這個部分 所以請各位待會試一下這個部分 那這個OK之後的話呢 我要教各位第二階段 就是怎麼樣開始撰寫程式了 那撰寫的步驟 有哪些必須要特別小心的 其實你按部就班 我想應該也沒什麼太困難的點 就怕說你做錯的其中一個動作 如果你動作都沒做錯了 我想這也不會太困難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 然後 重點回顧一下 E-Windows裡面這個 那個Eclipse Python 執行他對不對 二打開一個Wallspace 記得給他一個目錄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再來就是 進到Windows的那個Preferenies裡面 去設定 檢查一下 剛才的 看的 一下 我會設定